尊敬的 理屈 注意互法 大家早上集想 阿弥陀佛 今天 借这个 共修的因缘 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鼓励 也感谢我们的 政居士 还有护法 来跟大家来接个法源 我们 出家人 第一个任务的 一定要做的 就是要奖金 就是要续佛会命 然后最重要的 就是叫马安菩提愿 这个是我们 出家 作为我们的方向 所以今天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 接个法源 如果 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 这个奖金 就算一个人 我们也要为他介绍佛法 只要他种了这个种子 在这个阿赖耶士里面 种了这个种子 将来因缘俱足了 将来因缘俱足了 因为这句佛法 他就会得度 要生死出三界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任何场合 常常一恭敬 一合掌 就是一句阿弥陀 就是让他种这个种子 将来因缘俱足了 他就会念佛了 所以 佛法确实真的能够帮助 世间的人 解决的问题 只要有佛法 我们就容易了 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造成现在 种种的世道很乱 看这个世间你仔细的去留意 除了澳洲 其他的国家 整个世道很乱 那说实在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这个环境你看 有生 必有死 有生 必有老 有老 必有病 有病必有苦 你说 再加上我们 所得到的任何一样东西 到最后 都带不住 所以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应当要懂得去放下 不要过于执着 因为执着 是带来苦 你放不下 是带来你的烦恼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懂得这个道理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 在路野园 对五位比丘 讲四地法的时候 头一句就告诉他们 苦啊 苦从哪里来的 要如何离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 这位五位比丘 必须要修道 你不修道 你是没办法离苦 那怎么修道呢 在四地法里面 讲得很清楚 就是以八正道为中心 而八正道的中心 就是教我们什么 就是上个星期 跟大家讲了 你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一生圆满成佛 你都离不开八正道 首先 三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讲 只有两条路 让我们选择 第一个 你要免心 践心 大车大悟 断五死以来的烦恼 你正无了 生死就了了 但是在这个环境 我们省啊 省不通啊 太难了 说实在真的太难 不要说把这个八正道 断货 八十八平 你看我们自己的习气 天天的增长 天天的严重 我们就无法去克服了 所以这一条路啊 省不通 太难 在这个环境我们太难 我们没有那个上根 也没有那个因缘 也没有那个福德 所以太难 这条路太难选择 所以第二条路 才教我们选择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方法 容易简单 简单方便 也不用去背 你能够顺口 而能够念出来 四季化而已 阿弥陀佛 很简单很容易 但是简单容易 为什么做不到 奇怪 很简单 行住坐卧 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 很奇怪 这么简单的法门 这么容易的 为什么念佛的人 都往生的人少 什么原因 这个要一大 很大的去观察 原因在哪里 所以尊定者 对同修大德 所以我很非常 感谢我们的郑总 还有我们的一些 护法 护期 这段时间 能够跟大家来 学习 真的不容易 我们 这种的姻缘 不是偶尔能够遇到的 真的不是偶尔 在这个世上 没有偶尔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 因为这个佛法 难闻 今天我们已经闻到了 那我们要好好珍惜 今天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这个印度 就是因为世间的宗教 做不到 它才出现的 如果世间的宗教 能够做得到 它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人间 在这个环境 而且在这个大时代 会有一千尊佛 会出现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这么多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 把这个事情把它了 什么事情都是了生死 你看 世交摩尼佛 距离我们现在两千五百年 第五尊佛 会降世在这个人间 还多长时间 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很长 一尊佛会出现在这个人间 非常久 这么长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没有佛 谁来代替 所以为什么世交摩尼佛在道立天 为我们讲这部地藏经 所以地藏福上来带佛帮助众生 离苦得了 地藏经里面也是教我们念佛 你想一想 这么简单四句话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关键在哪里 所以我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如果你念佛念得好 但是如果我们的愿力 往生到西方起的世界 那种力道不过 你怎么念你就不会往生 生死已经没办法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你看那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有几愿总共都是在讲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总共有几愿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四十八愿里面 总共有十三愿 都是在讲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一定要了解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要怎么念 如何去念 所以我接这个姻缘 就来跟大家来分享 来讲讲 要如何深信净土 四十不退 所以关键 你要如何了生死 出三界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关键就是我们讲的 四十不退 这个就是我们的关键 而四十不退 关键就是在你深信净土 你首先必须要把这个断移深信 你才能够四十不退 你没有深信净土 你没有断移深信 那是没办法 所以 墨学 我就借这个时间来为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信里面最主要是讲什么 作为我们来重复来学习提醒 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 昨天来个有一位居士 是年轻人 印尼那边的一位统修 他的女儿 这个打个电话 跟我讲说 师父谢谢啊 感恩 师父的教诲 今天呢 他的对象 终于开口啊 跟他讲说 他能够接受他 他很欢喜 很开心 我跟他讲 那个都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啦 世间的爱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话 你看一结婚啊 夫妻啊 你看天天吵架 从头吵到尾 从尾吵到尾 你看哪一对夫妻 不吵架的 是很少的 真的很少 你去看观察哪一对夫妻不吵架 世间的爱为什么会带来苦 因为他有欲望 追求的欲望 佛菩萨的爱是没用的 佛菩萨是 他的爱那种是无条件 对一切众生无条件的追求 他真正把这个爱贡献出去 所以佛菩萨的爱 不会带来苦 带来幸福 但是很多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 还没办法 跟他讲又不相信 所以现在 世间 这个人很难度 太难度了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要如何活在这个世间 自在 快乐 解脱 很简单 其实 我最近 我感觉到了 最近 随喜功德就好了 真的 我这句话是从我的内心发露出来的 随喜功德 钱多的 我们都不失 没有钱的 都念佛 你不用担心恶肚子 真的 你只要真正念佛 你不会恶肚子的 阿弥陀佛会照顾你 你相信我 真的 因为最近我跟厂长印尼的那些法师 讲话 这个视频 像昨天也是 我跟他讲 只要你真正修行 你不用害怕 护法神会来照顾 阿弥陀佛会来照顾你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这个道常如理如法 护法神都会照顾 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要建道常 钱不过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如理如法 护法神会送过来了 这真的 所以以前呢 为什么在三宝里面修福很大 为什么现在 在三宝里面修福 没有那么明显 什么原因呢 以前人供养给这个三宝 那个福报很大 你看地藏菩萨本源经 讲得很清楚 在第六品 如来赞叹品第六品 那个释迦牟尼佛 讲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现在的三宝 修福没有那么明显 第一个 不如法 第二个是什么 注重里面的人 搞是非人物 第三 什么原因 搞贪嗔是卖 所以你在这个三宝 这个道场里面 你修福 你不会很明显 有是有 但是没那么明显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说实在的 我们学离金中学会 非常难得 所以 不要搞得太多 念佛 讲经 该做法会的 三十七年 够了 其他不用才搞太多 非常难得 二十几年下来 就是这个 大家要互持 互相互持 到里面 我是来修福 修福第一个元素 就是要断恶修神 把你的爱 把你的时间 把你所有的贡献 给一切众生 那这个道场 会带来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最近就常常 跟我们那边的法师 都是这样讲话 真的 只要你如理如法 只要你依照经典里面的 所所 所的教诲 你不用担心 比如说我们真正念佛 真的阿弥陀佛会照顾你 真的 你要相信的 真的 我没有骗你的 像我最近封城 封城 最近 不是已经 将近两个都要了 对不对 师父都不出门 只有丢乐视才出去的 但是每次要丢乐视的时候 你看 那个门口一大堆东西 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现在的房间全部都是食物 我不知道谁送来的 我很想告诉他们 你千万不要再送来了 所以我走到哪里 这一点 我就不用担心 真的 因为我喜欢 修这个供养 这个布施 给这些生团 这些 或者贫穷的这些 像每一天 我有去供养这些贫穷 供养多少 供养多少 他们给他们米 这些 这些杂粮 供养给他们 都有这样的 所以真的 你真正里面佛 你不用操心这个 所以现在一大堆了 我一直想 你不要再送 真的不用再送 缺的时候 我会讲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非常难得 我们能够 这一生 遇到净土 所以很多人问我们 这个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做什么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那一章 我们应当要明白 我们应当要明白 首先我们要知道 念佛的目标 在哪里 这个一定要知道 我们念佛的目的 就是要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要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今天 你念佛 为了要消灾免难 或者 希望能够事业顺利 世事平安 你这个 你不用求他 你不用求 这些福报 为什么呢 只要你真正念佛 你就就有这个福报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只要你真的 真正去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会占阿弥陀佛的光 阿弥陀佛的福报 就是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只要你如理如法 去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不用求这一个 自自然就有了 不用求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 亲近阿弥陀佛呢 为什么 我们看下面 学人简单 但是的意识内容很深 下面的那一章 因为在极乐世界修行 跟着阿弥陀佛修行 是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断烦恼 了生死成佛果 而且一生只至成佛 藏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就听阿弥陀佛说法 天天听阿弥陀佛说法 努力修行 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 这个就是念佛的目标 在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断烦恼 了生死 容易呀 非常容易 而且 你的老师 不仅仅是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国土 就是我们的老师 都是我们的老师 而且 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环境 非常的配合我们修行 所以真的 我们这个环境要修行成就 你能够 有进无退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在这一生当中 念佛 一方风顺 是不可能的 点释迦牟尼佛 释迦成佛 也不可能 一方风顺 太难 所以你看五量寿经 第三十七品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你今天能够修行精进 用功 勇猛精进 你的功德超过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一百年 说明这个环境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那一章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追随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四肢菩萨 等诸大菩萨 是要到十方世界 广度众生 满菩提愿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有一些人告诉我 有些跟那些记事聊天 他跟我说 师父 在西方极的世界多好 每天能够去十方诸佛国土 去旅游享福 去旅游去供养 而且也不用坐飞机 也不用花钱 也不用买饭店 也不用很麻烦 回来又什么 你看今天 你不是讲得很清楚 饭食精醒 就是回来 吃饭的时间 已经准备好了 吃饭好了 动个念头就没有 也不用煮菜 也不用洗碗 这么好的 一个环境 这么大的福报 阿弥陀佛有这样的 有这种的福报 我们是 有这种的了解 但是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不是要去享福的 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要去存活的 去度众生的 像以前我到墨尔本 有人应该问我 西方极的世界 有没有错豆腐 连这个问题 他也要知道 真奇怪 你看 有时候 遇到很多 这些人 古古怪怪的 很多 问我没有错豆腐 这个真的很奇怪 你看 念佛那样怎么躲你 他要问这个问题 为了这个问题操心 真的 有时候 搞不明白 想不明白 为什么 还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 说实在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最主要的 就是 用满菩提愿 接成佛的 去度化众生 去释放一切诸佛果都 去众生 度那些有缘 特别是你的家亲俊术 因为我们的家亲俊术 过往父母 欺负父母 有时候 因为他的执着 造的许许多多的业 他们有时候 躲在山头里面 在受苦受难 我们有这个能力 去帮助他们 真的 你看那个 地藏菩萨本源经 讲得很清楚 在第六篇 有时候我们父母 过去的父母 都在地域到现在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在西方极的世界 你有这个能力帮助他们 属于真正的 尽效到圆满 就是到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跟大家 互相来鼓励 我们看下面 既然我们要念佛 要发愿 那这个愿 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 往生西方净土 最重要一个条件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条件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谓的心境 则佛土境 所以我们念佛 最重要是修什么 修清净心 你看那个中风产世 第三十步是跟我们讲 一句名号能灭八万 一血生死重苦 怎么灭 从哪里来 靠的就是清净心 所以一个人 我们看下面 一个人你命中的时候 最后一念 如果心不是净念 他是不能往生 什么叫做净念 清净心来念 这句阿弥陀佛 哪怕是一念十念 我们都能够往生 这句话我们不能大意 把它看过 因为这句话 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就算一念 只要你那个心清净 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今天你念佛念得好 还有意识好的执着 对这个世间的执着看不破 胖如想 你怎么念 你也不能往生西方净土 世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凭我们的两心来看看自己 今天我们念佛清净了没有 你讲一讲自己 看看自己 你每天有没有在培养你的清净心 你清净心没有 往生西方净土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是没办法的 那请问师父啊 清净心要什么所修 我们看下面 清净心是从哪里来修的 这个关键在你自己 因为谁都帮不上忙 只有靠自己到临终的时候 就靠自己 你要修清净心 怕修不成也来不及了 你要到临终的时候 修清净心来不及了 除非像阿瑟瑟王 阿瑟瑟王 遇到了大善之事 你看阿瑟瑟王 遇到了释迦摩尼佛 他临终的时候 很严重 生病很严重 而且那个病 是无间地义的现状 遇到了大善之事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想一想 再加上现在这个疫情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临终 临终的时候 需要人家住念 去哪里找 很难 所以要靠自己 不要等到我们 哎呀 念佛 那个小事 等到老的时候 再来念 没关系 来得及 来不及了 现在疫情这么多 你看 昨天听说 一千三十几个 你看 封城都已经两个多月了 不但没有降低 天天的增加 所以 一定要靠自己 自己什么时候修 什么时候修 我们看一下 如果今天大家能够把 佛的教诲 像我们师父上人讲经的教诲 你听明白了 你今天又开始修了 你往生西方 进度才有把握 这个清净心 不是那么容易修的 不是今天我们修 明天就能够成就 我们没有那个上上根的 所以现在开始你要修了 不要等到以后再来修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清净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往生才会有把握 那这个是真的 所以修行说容易容易 说难也很难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每天懈怠懒 佛也没办法 道理在 排在你的面前 佛也没办法 但是很可惜 可惜在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那一章 最后 所以佛在大成经里面 所以佛在大成经里面告诉我 清净心最圆满里面的 最圆满的 我们一定要记得 最圆满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就是第一个 最圆满的清净心 那启次的呢 就是有起心动念 但是没有分别执着 那个是启次第二层的 那最低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执着 但是 我们有没有做得到 做不到 最低的 那个清净性最低的 最圆满的 就是不分别 不执着 动心 不动摇 最低的 就是 只要你不执着 随喜功德 你用这种心态的念佛 那就往生西方镜头 最有把握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得到 就会看个人的功夫 看个人的功夫 那 因为 祖师大德 所讲的是 为我们 把这条路 讲得很清楚 但是到最后 还是修行 靠自己 该怎么生死 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了 自己就怎么了 没有人能够 来帮助你 连阿弥陀佛 在你的面前 也没办法帮助 只有靠自己 自己 自己真的去确行 确愿 真的去修行 有这种的心愿 那我们将来一条生死 出三界 而且一生成佛 那就容易了 所以 这个很重要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如何生信净土呢 这个信要从哪里开始 因为这个有其次的 你首先要从哪里开始 你才能够对这个净土 才不会 怀疑 你才能够生信 首先我们必须要怎么做 从哪里开始 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因为我这十几年下来 跟你们学离 特别是我们的金种学会 也借了一个很好的缘 特别在我们的郑居室 还有我们的郑太 这个缘非常难得 希望我们将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道场 我们能够各个同生极乐国 而且做一个好保养 做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明白 我为什么要念佛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道场修行 我们要做出跟别人的道场不一样 除了讲经 念佛 八观灾界 打佛气 其他的 我们就不要搞太多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要的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因为今天 如果师父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师父也在这个地方祝福大家 六十吉祥 身体健康 老实念佛 同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总干事 郑居士 我们的老蔡 老蔡也看到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老实念佛 以后 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在一起 在学会 道场我们来 八观灾界 打佛气 三十七念 来念佛 一起来 听听 我们祖师大德的一些 经典 和所教诲的 祝大家 阿弥陀佛